第一個呢就是我們的和平安全跟穩定 那我們為什麼要積極的跟美方就安全領域 充分的合作 因為我們一直相信有實力才不會被欺負 那我們要有實力才能夠有能力來維持現狀 同時有實力 國人才會有信心來面對對岸 那第二個領域呢要壯大台灣鞏固我們的實力 當然就是經濟面的合作 所以我們成為拜登總統任內 所簽的第一個貿易協定的對象 也就是21世紀美台貿易倡議 所以我們已經解決一部分的問題 後面還有後續的談判要持續的來進行 第一個呢就是我們的和平安全跟穩定 那美國是全世界唯一有台灣關係法的國家 也是唯一有法律授權 他支持台灣協助台灣自我防衛的這個國家 那他們的這個台灣關係法為基礎之上呢 我們有很多在安全領域持續在合作的面向 那有一些領域喔我是把它當成是可以多做多做少說的喔 但是呢有一部分喔已經訴諸國會的法律喔 包含近年來支持這個軍售也好 或者是在美國總統提用權以及 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也就是軍事融資上面 以及近年其實最近剛國會通過的NDAA 這個國防授權法案裡面 也提出有國會議員提出強化跟台灣在訓練方面的合作 那我們為什麼要積極的跟美方就安全領域喔充分的合作 因為我們一直相信喔有實力才不會被欺負喔 那我們要有實力喔才能夠 有能力來維持現狀 同時有實力國人才會有信心來面對對岸 喔那很多人主張我們要對對岸喔維持一個可以溝通開放跟對話的態度喔 但是如果沒有實力作為對話的後盾喔 我相信很多國人也會感到不安 那所以我們的實力有一些面向喔 很多喔我在美國這一段期間很多美國人會問我說 這個要美國支持台灣維持和平跟穩定 那台灣人自己有沒有守護台灣的決心喔 作為一個前提喔 那美國人願意給我們更大的支持喔 那台灣人的決心要從哪一些方面來呈現 第一個當然很具體的數據就是我們的國防預算喔 當然另外一個層面包含一些政策上我們國防軍事的改革喔面喔 有沒有現代化有沒有做不對稱戰的這個相關的改革跟準備等等 那我們最終目的任何的國防領域的合作的目標其實是在於維持現狀 在於充實實力克阻 這個衝突的可能性 因為歷史告訴我們 喔這個在面對喔一些 這個 喔這個擴張企圖強烈的政權喔 這個維持實力喔是 最能夠保護自己的方式 那第二個領域呢要壯大台灣鞏固我們的實力喔當然就是經濟面的合作 我知道在場很多的企業界的先進們也非常的關心 那這幾年蔡總統派我到美國去的時候也特別強調我們希望跟 美國在經濟領域能夠深化合作 我在這邊也看到我們的黃董事長外貿協會 他去年也在 美國辦了一個很大規模的台灣形象展喔都是在 希望能夠擴大台美之間經濟貿易領域的合作 那這個領域我們也努力了一些事情喔包含第一個呢我們 是拜登總統雖然 美國的朝野兩黨民主共和兩黨現在都對 所謂自由貿易的概念有一些重新的反省 甚至從2016年的總統大選美國的總統大選開始 他們開始認為從WTO長期以來的自由貿易對美國國內的產業 以及這個勞工 這個工作機會產業資金的結構產生了一些影響 所以他們對傳統的自由貿易開始有一些不一樣的 的想法 但是呢他們對跟台灣的貿易還是希望能夠深化 所以我們成為拜登總統任內 所簽的第一個貿易協定的對象 也就是21世紀美台貿易倡議 那這個貿易倡議到現在還是 還不完美 但是已經起步了我們已經簽了第一批的議題 後面還有後續的談判 那這個貿易協定是為台灣良申定做 那美國的貿易代表 也提到 希望這個貿易協定可以成為國際的貿易協定 新型態的貿易協定 創造高的標準 所以我們已經 解決一部分的問題 後面還有後續的談判要持續的來進行 就是阿лушай 惮燈 我們 米 就是說 那 我們 再廣告 你在 這邊 阿 我們 Junior